为什么我们不需要BitCNY? 2015年1月29日,比特币,经济,自由,货币 1.是革命不是升级 BTS是所谓二代币,全称第二代山寨币,中圈前最多 目前来说,名声最响,主要在中国的项目之一 我在微博上偶尔黑他两句,总会有许多热心网友前来指教 专专教导我需要与时俱进,需要开放包容,需要不断学习 所以我一般也懒得多说什么,这次把比特约搞 我不妨再集中吐吐槽,但不负责接受BTS粉丝的教学 有一些善意的网友总觉得我不待见BTS,是因为学习不够 了解不足,认为帮我补课我就能接受了,奈何我观念成就 思想封闭,不愿意学心知识,让那些网友恶万叹息 颇有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意思 但这种意见不合,是因为学习不够的心态并不是一个 很好的讨论态度,这有点像教徒传教时的心态 你不信是因为你不愿意学习,但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观点 分歧,往往都不是源于知识上的差别,比如我不待见跳大神 并不是说我学习了跳大神的各种跳法以及背后的各种 神秘理论之后就能够认同它了,当然我肯定对学习这些 玩意儿没多大热情,但这也很难说是观念过于守旧或 心胸不够开放造成的,在广义上说,当然这也可以算是 思想封闭,但如果思想毫不封闭,见啥学啥,听啥信啥, 那就根本没有思想了 如果我从根上就否认跳大神的合理性或必要性,那么我就 不需要去学习它的各种细节 当然,如果我完全不待见跳大神,也就没有必要会入大神的圈子里 去教育它们,进而远之是一种起码的尊重方式 不过,在我自己的地盘,远远看着另一边跳大神的在那里煞有介事 不亦乐乎,我偶尔嘲讽几句,显然不算过分 嘲讽它们并不是为了博导或教育它们,而更多是表达我自己的观念 比如我要讲追求真理破除迷信,我就可能拿那帮巫师作为反面势力 这时候我面对的听众不是那些巫师,而是我自己的听众 所以我从来不会跑到BTS或其他山寨币的地盘去布道,也排斥他们来我面前 不同信念的人之间的友善而激烈的交流当然是好事,但如果只有 不道,教学的心态,这种交流就很难展开了 我可以说是一个比特币原教旨主义者,也就是说,我支持且仅支持 比特币,而不待见任何华里胡哨的山寨币或二代币 于是,在我眼中二代币信徒类似于异教、邪教或新宗教 比如说,伊斯兰教也承认摩西和耶稣都是先知,只是他们认为 莫罕默德是最新一代的先知,犹太教只认摩西,基督教承认摩西加耶稣 伊斯兰教承认摩西加耶稣加莫罕默德,于是乎伊斯兰教是宗教3.0 比之前的版本更高级,更进步 显然没那么简单 我只承认中本聪的理念,然后有一拨人认同中本聪加POS 在一拨人认同中本聪加POS加BTSX,于是我是1.0 他们是二代三代,比我更高级更宽容 也没那么简单 分歧背后涉及的是信仰、理念、心态、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 并不能因为哪一方额外多加了一个X,就一定更高明 比特币玩家对待来自传统金融世界的反对时 也应该持有这样的态度 我站在更合理的一边,而不是站在更高级的一边 比特币并不是对纸币的升级,而是范式革命 他在很多方面主张退回金本位时代的某些理念 反对者并不只是因为观念落后或知识匮乏 而更多的是思维方式的差异 如果把比特币的革命看作单纯的更新换代 看作比纸币高一级的东西,那就差之毫里六支千里了 这比把伊斯兰教看作基督教的升级版更加可笑 2. 锚定法币只是化蛇添足 遗憾的是,许多二代币的信徒正是把他们的币看作比特币的升级版 这从二代币这一称呼上也可以看出 BTS更是其中的典型,它提供的BTSX 如BTSUSD, BTCNY等,也恰好是试图提供法币的升级版 在我看来,这类努力,无论是对法币的改进还是对比特币的改进 都是化蛇添足,是给汽车庄马鞍,除了看似花哨之外,毫无意义 据说,BTS本身不是货币,而是一种类似于股票的东西 基于它之上可以开发出00总总好多项目 其中主打的项目是BTSX,在其中主打的产品是BTSUSD,比特美元 以及BTCNY,比特人民币等 整个BTS是一个巨大的坑,这从它的卷钱模式就看得出来 但这方面咱们先不管,我们就说BTCNY是怎么一回事 BTSX必用一套复杂的机制生成BTCNY 说复杂是因为其中的许多细节说来话长 但其实笼统的说来也挺简单,就是用户可以抵押BTS 铸造BTCNY,而这套抵押机制达成了所谓锚定的效果 使得这种被铸造的BTCNY的价值大约与实际的CNY相当 于是,BTCNY变成了比特人民币 BTS的支持者们认为,这种电子化的比特人民币将让商家更好接受 因为相比比特币来说,它的汇率更稳定,可以当作人民币来记账 BTS的批评者一般集中于质疑锚定的可能性 的确,锚定基于BTS的价值 如果BTS出现崩盘,锚定将会失效 当然,BTS的支持者会拿出许多理由来回应 例如这种情况是多么极端,以及即便出现极端情况也有可能应对等等 但我关注的焦点不在这里 事实上,能不能锚定本来就是一个相对的命题 短期来看,在一个月内维持BTCNY汇率相对稳定也可以说是达成了锚定了 维持一周,维持一年,都可以说是锚定了 能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比价并不稀奇 但长期来说,例如十年,几十年的跨度来说 我不相信锚定可以永远维持 当然,如果BTS一直非常小众,就几个粉丝自娱自乐 一直锚定下去倒是可能 但如果BTCNY流行起来,比如其总量占到人民币流通量的1% 那么它还能锚得定吗? 国际货币竞争中,一些试图以举国之力锚定汇率的行动最终也都失败了 BTS真能做得到 这几个月来所谓的成功锚定的现实 是建立在流通量和应用面少到忽略不计的前提之下的 一些提供CNY买卖BTCNY的平台虽然貌似基本维持在0.95到1的范围 但成交量和市场深度都少得可怜,几乎只有象征意义,什么都证明不了 不过更关键的问题是,即便我们说锚定能够成功,那么又意味着什么呢? 如果锚定压根就没什么意义,那么关于能否锚定的争论就显得很无聊了 例如某些人想在汽车上装马鞍,那么当然会有许多质疑 比如说马鞍能不能装老,马鞍用铁还是用铜 安车顶还是安车头,一撮人为这些技术问题单惊节律,争论不休 如果过的我问了一句,为什么要给汽车装马鞍呢? 恐怕就要被他们嗤之以鼻,乃至轰出大门了 BTS的支持者认为,BTCNY与人民币锚定,有助于哪些愿意接受电子货币提供的便利性 但不能接受比特币的汇率波动的商家们接受电子货币的支付 这听起来似乎像那么一回事,但实际上那些商家多半是BTS支持者们异想出来的 不说与比特币相比,就说和BTS相比 乐于接受BTCNY的商家为什么不直接通过BTS支付呢? 据说因为BTS和BTC一样价格是波动的,BTCNY价格锚定人民币,因此适合被用来记账 但要注意,支付与入账是两个环节,现在那些不接受BTC汇率波动的商家 都是借助Coinbase,BitPay等第三方平台支持比特币支付的 用户可以通过中介平台向商家发送比特币,而中介平台负责成对,最后商家直接收到法币 这样一套以美元标价,以比特币支付,以美元入账的系统中,商家并不需要考虑比特币的波动问题 如果你嫌比特币不好,认为BTS好,那么完全也可以做成BTS的支付平台,商家还是可以以法币入账 据说BTCNY能更容易劝服一些传统商家接受电子货币支付,但在劝服过程中你也得先劝服他理解BTS的机制 BTCNY的意义只是用于恰好能够接受BTCNY但又不接受BTS的商家,我想象不到这样的商家会有多少 如果我搞不懂或不接受BTS的机制,我仍然愿意接受人民币,通过中介平台,我仍然可以享受去中心化密码货币带来的许多好处 但我为什么敢接受比特人民币?如果我收到比特人民币后立刻兑换为人民币入账,那么就和收取BTC或BTS兑换为法币入账是一样的,何必多此一举 如果我收到比特人民币后直接入账,储存起来,那我图的是什么?如果我偏好法币的稳定性,那么我为什么不储存稳定的法币,而要储存这种比特法币呢? BTS支持者可能给出很多理由,例如商家们怕麻烦,既然收入了BTCNY就懒得特地去兑换成CNY了,但第三方支付平台完全可以提供更便利的服务,帮你完成兑换 又例如第三方支付平台是中心化的,因此不可靠,但既然针对的是追求稳定的商家,我想他们对去不去中心化要求不高,对一家找得到人的正规中介公司的信任恐怕更多一些 又例如BTCNY团阵能产生利息收益,只有这一条原因似乎靠谱一些,但这恰是一大不稳定性,在目前小打小闹的环境下搞个10%的年利率也没啥大不了的 但如果BTCNY的应用真能达到一定可观的规模,一个特别的活气利率能够在法币金融体系中独善其身吗? 须知比特币汇率之所以波动厉害,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和现存金融世界的纠葛,今天中国一个公告,明天美国一个动作,都让比特币汇率上蹲下跳 现在各国政府是没功夫管这种小打小闹的违法币,但如果啥时候他们想管一下呢? BTC承受政策冲击的能力与BTS的承受力哪个更大呢? 无论如何,一个追求稳定的商家,恐怕不会选择用BTCNY入账,除非他本来就支持BTS,或者思路特别独特,我目前还很难想象 3.比特币要颠覆的正是BTS固守不放的 我说到BTS化蛇天族的设计,其根源在于他对新货币的理解局限于某种升级,而不是革命 在他看来,电子货币的意义上更方便,更稳定,等等,但这些恰恰不是比特币的核心意义 比特币的基本里面是自由,是货币的解放 BTS沿用了比特币去中心化的旗号实际怎么样容我呵呵,但得其行而不得其神 要说,比特币为什么要去中心化,先要理解法币为什么是中心化的 据说法币的中心化正是为了稳定,政府和经济学家们担惊节律,实时调整利率,统筹规划通胀率和物价水平 推出QE等一系列高科技手段来控制货币市场 当自由市场决定货币价值的波动又能如何呢?当然,许多建立在现存金融体系下的经济活动将面临困难,但如果说这一金融体系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呢? 另外,比特币还要打破货币的虚拟化 我已多次说过,比特币虽然是电子货币,但它恰恰比法币更真实 法币的产生就是通过虚拟的抵押注成的,例如早期的用黄金抵押出钱,或者后来中国用美金抵押出人民币,或者向美国用明天的债抵押出今天的钱 用BTS抵押出BCNY也是类似的逻辑,它还可以抵押出比特黄金,比特石油等等虚拟资产,这些资产与擅长无中生有的法币体系更为亲近 而与比特币世界格格不入 试图让金元劝锚定黄金,试图让人民币锚定美元,这些事业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技术不够于是现在BTS带来了最新技术,而是从一开始就走错了 只是指,黄金是黄金,只不能也没必要锚定黄金,所有这些所谓的锚定不是一厢情愿,就是某种阴谋 比特币看透了这一切,因此比特币不再是虚拟的代币,它不是什么的抵押或什么的对应物,比特币就是比特币 它是既经营之后卷土重来,对虚拟货币法币拨乱反正的又一种实物货币 因此比特币最终要做的事情可比BTS激进的多,至于在过度阶段的推广,靠Coinbase之类的平台就可以支持BTS纯属化蛇天族 而在过度阶段之后,比特币的理想是BTS之类难以想象的